那你工作一月多钱呢 在传工作的时候是一万多 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千 他这个年龄要在咱们这块大工 他就是保洁或是打经 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那他这都一万多 多少倍 真是裤兜里挂水壶 有一定的水平 大叔的工作是水手 人家一个月工资高的时候 能达到两万左右 最低那也得高达五位数 平常休假都能顶得上咱们的退休金 这话一说出口 直接就给大妈整愣住了 可结果之后一听说人家半年 才能回家传员一趟 直接就给大姐整整机了 钱再多也抵不住一个人孤独寂寞呀 船多大呀 三十万吨机的货轮 他能拉三十万吨货轮 船是有多少人呀 一百六十六 工作运员 办了多长时间了 我带他拉了刚才有十年 都干十年了 工资待遇好吗 工资高 工资高到啥呀呢 最高的时候达到两万多 那最低的时候呢 最低的时候也不低于一万 出价的时候给多少钱一页 四千块钱 别人都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 可是咱大叔就不一样了 人家站得不仅高 而且那可都是钢皮铁骨堆出来的 实力肯定是只强不弱啊 要对咱平常人来说 光是连一顿的货 我都觉得重了 更别说人家这三十万的了 这会儿再一说人家的功名 整整都有十多年了 咱就算取一个中间值一万块来算 那这么多年至少有一点买着的呀 这个工作吧 是有一定风险的 咱啊 就是一不小心就容易 就是把命就丢掉了 咱有风险呢 有风险 你像海上遇到台风了 打浪我马上供 我曾经就让海浪打到海里去了 然后就一个回旋浪给我拖回船上来 你实际上耐功证 当时是不觉得害怕 过后了后怕了 那是啥时候我给你捡到海里了 那是我上船第三年的时候 我今天找一个吧 有文化的 素质高的 干净利索回锅日子就行 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大叔的工作也是这样 虽然人家一个月就能够倒走这么多钱 可是同样还伴随着很大的危险 海上的天气多千变万花 前一秒还是风和日丽 结果下一秒就狂风暴雨 不过倒也没能大叔说的这样吓人 毕竟像这种大风大浪一般 船员都不会再甲板 而是都藏在了里面啊 大姐 门都开了 你好 红娘甜甜 我家还五岁 我俩是一个 我俩就是 见面都结婚也就三个月了 那咋这么快就结婚了 那时候我还年龄小 考虑包虑了那么多 一会是我提出的 就是孩子大了 上一回来我想说上班 他不愿意要出现 他还就是挣不来的钱 所以我就去指甲 反正跟他说起来没啥感情 也没有那个什么爱情 大姐那你再找 你想找个啥样呢 我想找一个他能多包容我一点 有自信心的 看看给咱大妈等得着急的 还不知道红娘出发没呢 大妈就特意早早地把门敞开 既然这门都被打开了 那屋子里指定也是一老早就收拾好了 但两人一上来也没多多寒战 大妈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直呼就是年轻太懵懂 从见面到接触三个月不到 就锣鼓悬前的集合到了一起 这次相亲那肯定会深重深重更深重啊 这门都打开了 快来快来 上来 进吧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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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不用怕 这么来 您俩那个相互介绍一下 你好 我姓纵叫纵上全 我叫纵下 你好了 我叫我家了 我弟子不动呀 这个楼梯高 给大哥爬的风帅船 对大姐这个电影印象咋样 印象还行 咋还行呢 瞧的人吧 是本人 没有演员 为啥呀 就他身高和他那个外貌 对我来说 我没有心动的感觉 男的就是不嫌个人 对男的不嫌个人 到处时候可能会稍微 对 刚一见面 别总抓着演员 这俩字不放 我明白 你得考虑啥 要考虑两个人的三观啊 这个生活方式啊 然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可不合适 是不是 虽然大妈表现的是迫不及待 可是两人一见面 人家着实是对大叔有些失望了 表示一打眼 就对人家的长相个头没相助 这话一听就给红娘有些着急了 毕竟咱大叔还没显善露睡呢 内在的实力都还没表现 大妈这头就乱了震脚 咱可不能一错失成千古恨啊 毕竟一旦脱钩了 这金灰旭掉的可不是坑米 而是掉海里了啊 那可真是找不回来了 我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一个 我一个儿子结婚了 就是自己独立了 我没有什么负担 我也没有经济上的一些 外在什么乱造都没有 我那本人呢 就会抽烟 不会喝酒 也不会打个架 他抽烟 抽烟 他没发现的烟味可大 我以为那烟味都偷他 不找抽烟 大哥抽烟这一点 抽烟可以寄 我也曾经想要寄过烟 寄烟没事 那你到底敢想 是想接不想接烟 想接 接烟对身体好 对烟挺好的 对他身体也挺好的 真是做梦跳井 有惊无险呀 前头大妈 还打心底的对大叔的演员没看上 结果这会刚坐下没聊几句 大妈又直呼接受不了人家这个习惯 不过好在大叔是真的孤单寂寞久了 打心底的想要找一个合适的老伴 直接就表示未来肯定会把这个习惯慢慢改掉 这样才算是果果一切 你会不会做饭呢 我会焖饭 但是我炒菜炒一包 你要说做什么酱 酱鸡刺儿 酱鸡手 翻成酱就行 做鱼饭也行 就是炒毛菜饼 那说明你不爱吃青菜 说明你爱吃肉 对 但是我做青菜可以 我喜欢吃青菜啊 水果啊这种 我平时还少吃肉 我要馋了吃不馋我吃 他会做他自己吃的那个肉 他还喜欢吃肉 所以我俩这个方面也是 又像虽熟 咋的谁吃谁吃的那样 我虽他了 吃青菜有好处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咱可真没想到 大叔能够为了大妈 做出这么多的让步 都说有钱人底气足 遇见啥事都不索 可是这会倒好 在大妈面前 大叔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猫咪 我然之在喜欢的人面前 表现的就是不一样啊 我不管钱 就是我把 我到时候退休 把公主卡交给你 至于你咋支配 那是你的事 大事咱都会想 小事你说 这事 这块你满意吗 就如果 还行 退休精神 那样的 还行 既然说两人生活在一起的 都会要拿出诚意的 我跟我前期间 那时候没对婚下 我也是公主卡先交的 真是瘸腿 跑羊飞毛腿 一想不到啊 这会咱大叔 这主动要上交工资 那绝对就是妥妥的表白啊 钱交了这还没完 而且家里的大选 也要交友人家 小事不用跟大叔商量 直接让大妈自己定夺 要是真到什么 攸关的时候 两人在互相出着主意 商量一下 不过咱咋看大妈的表现 没有预料中的 那样兴奋激动啊 我其实我也不愿意吵起 你就是我 还我蹭你药 我行 实际我还真不喜欢那事的 我就喜欢把钱交给你 你愿意找去 他人确实挺好 能挺诚心的 所以说的红在一起的把公司卡拉给你 太少了 这个要交公司卡 那个还不接公司卡 但是公司卡拉着 咱也不能跟我是吧 哈哈哈哈 哪工作啊 我也是给私企打工 就是说远洋 在船上 反正就是说 水手这一块 甲板这一块都贵我吧 那你工作一月多钱了 在船上工作的时候是一万多 不工作的时候也就是三四千 他这个年龄要在咱们这块的大工 他就是保洁或是打青 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他这都一万多 那多少倍 人家两个一拉一舍中 咱算是看出来了 大妈性格为人也是朴实敞亮 自个不图钱 那就是不图钱 这块大叔主动上交公司 人家之所以没一点太大的表情 就是因为打心底的不在乎这些 不过一码归一码 现在已经说大叔的工资高达一万多块 心底还是感觉到有些佩服呀 如果说两个人未来最大的保障是什么 那一定就是大叔的精细实力呀 反正我现在就是说 暂时就是说是 我得等到退休以后 要如果就说是有缘 退休以后 咱要走在一起 但是说我现在必须得工作 那说等到退休以后是啥意思呀 我啥意思啥 大家加微信 我打给你 我休假的时候可以过来看 就是虽然说你在那里上班 但是这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 你现在想好了 就是不能在一块的时候 就先电话联系着先处长 对呀 然后就是你休假了就回来看大姐 然后等退休以后了 两个人再说晚一起结合的事 是意思啥 对 我想找郭忍 天天在我身边的 我俩那种 想一想办 他还做不到 现在他们还得二年 眼看相亲就到最后阶段 大叔表示 这个想趁着身体好再多干几年 毕竟这一个月那可都是五位数打底 谁都想着多干几年 多存些资本 让以后活得更舒心 在老伴旅游的时候也能有底气呀 但是咱就看大妈那头的想法 人家就是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等晚一月五千一好了一半也罢 就是想找个老伴过好甜蜜的小日子 我为了算了一两年 就是为了自己另一半 晚年生活能好过一点 你说我为他放弃整片身体值吗 那值不值我不知道 那值不值这个东西得在你心中 看你打横脸呢 因为在地方一下挣好几万块钱 太费劲 几乎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 不可能的事情 我等不了他 我好像等不了你 因为我说的 我现在吧 我想找一个就能跟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 家里有啥事 他能给我出个主意 跟我俩去办的啥的 你一出去就好一个月不回来 我结束不了 我觉得大家做朋友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最终两人已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大叔表示 为了大妈而去放弃整个森林 发自内心的感到不值得 人家在金钱和对象上 还是果断的选择前者 大妈一听到人家执意要走 那这以后一年可只能见两次面 那这张老伴岂不是就换了个身份 啥也都没享受到啊 就是直呼等不及受不了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